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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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知道,這間店裡很大 我聽說很快要裝修 可不可以介紹為何要裝修 以及為何選擇這個時間 這間店已經在17年開 已經在1998年開 整間店裏面的四層樓 在當時已經是一個 我想四層樓的茶餐廳 當時是我們翠華的旅程碑 也是一個創舉 當時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時我們自己幾個客戴 大家都會覺得在一個中環的 你知道酒吧和商業到晚上 是不繁盛的地區 寫字樓區 人們下班都不繁盛 只有早餐、下午茶 所以也有一個前瞻性 如算在這個生意 都會一個比較 只是找手可以的 早上、早上、晚 但晚上都不會太樂觀 會先給一些預兆自己 心理準備 在這個經營裏面 跟著下來開業之後 業務可以 做到早市下午茶、午飯 一步步的口碑 我想當時來說的客人 對我們那個 口碑是肯定是好的 都很正面 給我們的訊息 因為當時我們自己也有些 即使我們自己是開始 我們自己都親力親力 親力親力下單 看招呼客人 看整個流程 不是說交給同事去 當時我們17年前 店舖數目只有幾間 開了新毛江、屯門、荃灣 亦都開了佐敦道 佐敦道應該是24小時 那個銅鑼灣都是集團的第一間 當時開完佐敦道 跟著到銅鑼灣 都24小時 那次去到黑道、景昂街 跟著開了合法 變成香港區這一邊 我們都有一個分點 需要在一些金融區、漁樂區 所以看到發展到這裡 那時候是第一個離證碑 一個金融區和漁樂區 直到四層樓也是一個創舉 到今天可能還是不明白 因為你看到亞洲茶餐廳 香港是一個發源地 整個全世界是香港獨有的文化 也都是一百多年 我們英國的管治 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出來 所以香港人那種勤勞奮鬥的精神 和黑虎內勞、黑勤黑劍 一百多年前慢慢一步在體現中 而且他們也在高消費的層面上 他們很對於一些 他們是渴求的 希望能夠消費到的 可以去到這些這樣的餐廳、食肆、高級的食府 例如一些酒店的IT、咸茶 但當時我們的人體的經歷 是不可能消費到的 一般90多%的人都不可以去到這麼高的消費 甚至少部分的官商名流、商界 當然我們在60年代 翠華的時候是創辦了 接近今年48周年 我們創辦人 蔡北漢波先生和他的家族 也經營得非常良好的 在狀況的時候是做得非常良好的 因為香港1967年 正值香港的大暴動 社會是非常動盪 我相信可能你還沒有出生 如果現在這樣 到了48年 就是當年翠華創辦了在蔡氏的家族 這裡他們也見證了 因為在冰室來說 是金林街、黃國第一間 到現在今天是48年 但黃國金林街當然沒有了 再接著在土瓜灣 開了也沒有了 但是現在還在我們的集團旗下 就是新浮江 新浮江現在應該是有43年的歷史 是蔡索岩波先生的物業 和他們的家族 直到1989年 就轉手給我們經營 到今天我們也有26年、27年 所以中環這個轉類點 我們也在這裡 所以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將會Fair Party 但這段時間 我們都 這17年 都很感謝各方面的支持 令到我們可以持續地發展 也很感謝同時間的互相努力 如果沒有了他們的支持 和努力 我們也沒有今天的成績 是真的全憑這些肯幹 肯做事的年青人 和老中青 我們現在結合著 在共用和諧地持續發展 當然我們拿到很多第一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POS系統 是我們創辦的 亦都在這裡首次使用 這是一個研發的很好的一個核心地點 而且當時沒有四層樓的廠廳 而我們要衝破這些傳統的時候 我們都去做很多事情 怎樣可以下單 怎樣可以從樓上三樓去二樓去到一樓 一樓到廚房 這單是由一些輸送下去 所以我們就 在那一代我們研發了 1999年左右 1999年去研發了新一代POS系統 就是廚房一個 以至到現在全中國 我相信在餐飲業 我們的影響力都是非常龐大的 現在全球的 甚至全國都有用這個 所謂的POS系統 因為現在全國 這是我們第一個用的 不是我們研發出來的 是我們自己的研發 那個資源 這個是拿到第一個研發 當然這些困難和這些投資 是非常龐大的 當時一間都可能五、六十萬 在十六、七年前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不惜共滿 是因為我們可以做到 以後的持續發展 所以大家老闆和我們的團隊 都很認真去做這個 當然克服了很多困難 排除了很多困難 最初那種不習慣 那種用到一個時期之後 有些想放棄 但是當然最終大家都是決心 一定要做這個 所以當時98年到99年開始都盡力去做 做到現在 四層樓都可以運用到 我們才去其他分店 其他分店更加可以做到 所以拿了一個POS系統 我們第一個餐廳 而且可以搭桌 可以例如奶茶 奶茶多奶少奶 咖啡多舌湯焦點 多油少鹽少油少湯 酒蜜 很多餐都可以配搭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最終我們見到現在 整個香港的市民 雖然我們都有些安裝 但是這個業務 我們見到現在整個行業都受惠了 還有其他的商業都受惠了 以至到發展到國內都受惠了 我見到他們是有用到這些 是的 國內有的 以至可能影響我們的道心願 我們是拿到第一個這些 也是奶油豬 也是當時來說 我們那個奶油豬 其實第一個也是用來做豬扒包的 咸的當然也都研發了甜的 所以豬仔包也是在這裡 第一個是拿了第一間 也是翠華董事的努力 和員工之間的努力 是精心研發出來的 也都非常之受歡迎 在這間店非常受歡迎 我們也都推動到以後每一間都有 而是影響到整個餐飲業 現在你說的奶油豬 翠翠豬 很多這些 我想市面上也都受到影響 也都會在中國以至其他地方 或者東南亞甚至沒有其他地方 我們都看到這些食品 所以我們覺得是一個 對我們的市場 和商業的飲食業 對一個創新和傳統各方面 我們都有一個好的商傳統的產品 再加以發揮 其實這是一個脆畫的 所以當時很多東南亞的華人 在這間店都說來朝聖 在剛開業那幾年 很多的拖南大女 東南亞的義設安愛 他們都來朝聖 他們說來看這間店 究竟是怎樣神奇 四層樓可以經營得這麼妥善 快靚正的文化 而且那些員工過得崩崩有禮 很勤快 而有個服務態度 也都很 我們的轉動很快 也效率很高 以至到管理 衛生 食品的質素 我相信是一個相當之有代表性的 所以那時候朝聖的人來說 我聽說不少的朋友說 他們很多人朝聖 看你們怎樣去經營 這個也是拿到我們第一個 在朱仔包 直到四層樓 直到現在我們再很多的產品 所以這個歷史任務 我們將會在9月中 就是一個暫編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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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會在大概在11月底 在10月初我們就全身面貌騙滿大家 這個也是我們的 因為這個層數多 投資壓大 還有對那個業務受影響 我們都要考慮到 我們可以持續發展的方針 去做給我們的客人 可以一個舒適的環境 食品的安全 環境衛生等等 所以我們都考慮到很周長 全身面貌會見到給大家的一個餐廳 給他們再來我們的喜意見和分享 我們這裏是9月中開始裝修 9月會可能前一點的 前一點 前一點 即9月初 10日後會 應該要10多日 我們裝 9月11日 我們裝修多久 我想兩個多頁 因為是全新的裝修 明白 我們現在香港有多少間餐廳 我想如果開店只剩下60間 現在50多間 當然今年還有下半年 陸續會在香港 香港我們這個香港區 就會是 澳門也開了 開了第二間 華南華東區都會繼續開業 我們現在大陸那邊有多少間餐廳 國內的大概是20間多 20間 你剛剛說了下半年再開 香港加上大陸 會開多幾間 開多幾間 對 都是想問你剛剛說了 即是 這間就是六多年已經有了 不是這間 這間是八九年 公司是六多年已經 六七年已經開業了 你自己都是八九年已經 takeover了那個business 是嗎 八九年 八九年 就是這個food and beverage 那個industry 都是做了很久 你覺得香港的茶餐廳 或者是飲食的 有什麼變化呢 就是你自己的 從你自己的經驗 從過去的變化 我當然是一個挺翻天覆地的 我覺得飲食 尤其是茶餐廳的變化 是翻天覆地的 嗯 從過去的 我們在 我不是說 1967年的時候 我剛剛也是當年入行 嗯 1966年 不是67年 49年 我被翠華做一年 做一年 做一年 當時 香港還沒有發生大暴動 我入行 那時候 冰室的名稱 咖啡店 咖啡室 冰室的名字 是多的 好像不太聽到 有茶餐廳 嗯 當然有些大牌幫 還有一些地蹲的 所謂那些 在草筋的那些 就是在一個樓梯底 沖一下撞一下茶 真的賣 賣後身的杯奶茶 找個抹布袋 沖奶茶出來 那些一個人做完的 那些生意 還有看見多士 一個人做完的那些 那些街坊街邊生意 還有一些 道府大眾的生意 當時是比較佔據的多的 那六幾年 就沒有聽不到 叫做真真正的茶餐廳 嗯 直到真正的 可能是要去到七十年內 嗯 先聽說有茶餐廳 但是要好認識 但是他們都叫六幾年 都有人叫茶餐廳 嗯 那真是說那個 當時沒有太多的冰室茶餐廳 冰室都不多 我想可能數碼都幾十家 可能 但是到今天 只是茶餐廳 和這些冰室 去到幾千家 嗯 這四十幾年間的轉變 嗯 我想是百倍 這個肯定是百倍 現在有幾千家 佔了飲食業的體略 大概數碼都要有三分一 就是幾千家 所以用的人都越來越龐大 嗯 而且對整個社會的形象 國際形象 服務那個要求 素質 以及影響 影響那個經濟和家庭 那個人員的距離多的時候 都影響著他們的生計 各方面 當然也都會在 為什麼市場這麼受歡迎呢 可能在茶餐廳 你看到是沒有 當時是很多高級的食庫 高級的食店 食肆都是 不論任何 你是做什麼形式 又加貼士 那我們就是正正這樣 雖然我們有一個好的管理 好的裝修 好的服務 好的穩真 好的簡單 擺靚正 但是它是沒有貼士 沒有假日的 你的客人消費得很隨心 有錢可以來消費 很多錢都可以來消費 中檔高檔的人的消費 都可以來消費 以至到那個本身的人 可以錢多錢少都可以來消費 亦都是令到我們 可以在這個行業 不斷地去發展 但是也都因為這樣 去到幾千間 現在的消費長期 現在也是越來越貴 各方面是租金 人工成本 也都極致不貴 反而在這方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你在體量這麼大 競爭對手都相當激烈 在環顧這幾十年 我們看到整個 我們餐飲行業的復活 當然 真的不斷地去進步 你看到我們的行業 是持續這樣進步和發展 是吧 茶餐廳好 冰室好 都是比以前的 可能以前30年不用裝修 到五十二三十多年 都是這樣 亦都沒有什麼競爭 當時說 因為這樣沒有什麼競爭 但是現在不可以了 你看到我們的員工 他們都很專業 有精神 有態度 不斷地受到環境 那個持續改善 食品品質 不斷地提高 人員的素質 也都應該在這方面 我們培訓上加強一下 對那個競爭樂園的精神 以下為先 那個態度 當然在這裏 我們都會大力地去做事 那你也都看到 應該是說 現在雖然是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因為那個體驗越來越大 人員需求越來越多 我們肯定很多行業 是在進步著 進步了 也都很大 所以也都在社會和政府機關的認受性 你見到幾十年前 今天大家對於行業的正經經 正經經精神去做 都受到大家的認可和支持 認同 肯定了 我們要更加努力 在這方面去做 所以在政府機關 大眾消費者 我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 當然我們還要更加進步 在這方面 就是飲食業 過去這幾十年 就有一個軟件 內地也是 剛才你說 問我內地有什麼轉變 內地也是 在過去80年代開始 開放改革 我們看到早期的時候 開放改革 由我們中國一個開放的 十幾億人口的市場 香港人都對這個地方 以至到全世界環 都有一個憧憬 但是翠華當時來講 剛剛都是在開始 一個搞香港的業務 所以沒有去太大看那個時候 我們只在觀察和揣摩 直到剛剛這幾年 這幾年我們看到 國內這8年 7年8年的發展 真正的 真身體會 我們覺得是 我們不可以完全全 將香港的模式 香港人香港市 完全這樣擺放 香港人我就是香港市 我們做了香港的制度 我們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守回這裡的地方的規則 那個國法律 那個制度 當然我們也都要有一個 怎樣可以將香港的模式 那個經營模式 將它提升到下去 而給我們的國人 國家和他們的消費者認可 那也是一個市點 當然 我們要有一個市點 所以上海是我們第一個市點 何時去上海開的第一間店 應該是07年到08年的時候 07年到08年 是上海開第一間店 是的 看到當時在上海的第一間店 有期望不敢太高 也是一樣 就是說半年內是可以平手已經很好 因為知道各人對我們的文化 茶餐廳的接受程度 所以大家都是以一個正正經經去做事 當然開了下去是一個出乎意料 是的 很受歡迎 是的 都非常受歡迎 而且他們說這個真正的地調到香港的老牌子 茶餐廳 正牌茶餐廳都開了 是的 我們就好了 以後就可以去消費了 所以第一間香港的翠華 就在上海了 我也想知道 其實這麼多茶餐廳 其實有不少都是國內開店 但是翠華的茶餐廳是特別受歡迎 還有我國內的朋友跟我說 不像感覺好像茶餐廳 他們都覺得很高檔 那個時刻很開心 我想知道我們是大陸的行業的方式 有甚麼策略 如何去開發類似市場 有甚麼不同 你說是國內開發的市場 是的 當然這幾年 由我們八年前七年前的經營模式 那時候是第一間生業部 業務 也都真的做得好的 有口戒備 我們都是一樣的 怎樣做得好呢 是我們自己派一些廚師過去 還是 當然有了 這個幾十個 我們香港的同事 他們日以繼夜地 就飛過去他們那邊 在那邊就培訓當地的上海同事第一間 由樓面的服務 那個POS系統的運用 還有服務態度 那個素質的要求 以迭代客之道 和食品的質素的要求 和環境衛生的管理 以至到整個流程 那個營運 都是 就是那個佈飾去培訓出來 當然 所以在第一間 也都非常的成功 在那裡 但是給了我們一個好團隊的振奮 在照上海是一個好的開發店 所以變成我們覺得 所以是持續在上海現在都在開發店 我們是國內其實是 做一些高端一點的消費 和香港比 我想是很自然地 因為香港是非常之成熟 非常之成熟 而且是地地道道 在香港產生出來的茶餐廳 香港人都非常支持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多得過香港 以茶餐廳的體量 以這個面積體量來說 一年可以賣到 9億10億杯茶的飲品 是一個非常棒的 但是也都是非常競爭激烈 但是現在上海和其他的城市 已經開始了 也都不忘多樣的競爭激烈了 你看到我們開完之後 在國內的上海、廣州、深圳 以至到我們的每一步 每一點都是一個和香港的模式 就是那個模式都非常競爭激烈 也都有不同的價格競爭 品質競爭 這個差異化 我們看到是有一定的影響 那個差異化是收窄了 也都你剛才說的 食物的裡面 消費者 他們比香港的價錢高 因為香港人可能一杯茶 就吃點心或者吃飯 一個餐就是算了 那國內的模式比較 就是消費一個 可能兩個客人 或者兩個辦公室的男同事 或者一類同事 他們都會叫幾樣東西 叫幾樣東西share 他們好像中國那種share 和香港不同 香港是一個人自己叫自己的 他們兩個人或者四個人 都會叫大家一起share 吃多東西share 每個人叫杯飲品 或者叫前菜 這樣去吃一個午餐 因為午餐我們都多樣化 有中西式、東南亞式 還有其他那些 有辣有不辣 變成他們有這麼多產品的時間 他們在賣台的時候 大家有不同的喜好 就不需要問 你喜歡吃中餐西餐 其實基本上不需要問 你去茶餐廳 他們的中西西餐都有 甚至你吃的簡單的 就是他們的魚、雞都在酒樓吃到 所以變成他們在消費午餐的時候 或在午餐的時候 他們又不若如同 冷聽就是最簡單的選擇 大家不用討論 或者是你喜歡吃西餐 我今天要天天要就你 我喜歡吃中餐 你都要就一下我 變成去完這間 去完一間中的 可能又要一間西的 要討論一段時間 他們覺得浪費了時間 不如大家簡單 以後去茶餐廳 在這幾年 你看到我們香港受到 影響到國內的同胞 和我們消費者的市場 到今天是這樣影響到的 所以你說剛才說的 消費的頻率是否大了呢 因為人民幣的升值 加上我們本身自己 那個香港人吃的文化 跟我們的同胞 國內的消費者是不同的 他們是會 在往茶餐廳的 他們吃的選擇 他們喜歡每樣都怎樣 所以自然的銀碼大了 自然的銀碼大了 但是他們的turnover 就是翻桌了 就會坐久了 坐久了 可能你一個事 你要做一段時間 或者多一點 你不會像香港的turnover 積密度那麼高 因為香港地方 也比較小一點 所以桌子的地方 也是受到一定程度 而且搭桌子的文化 是相當盛行的 每一間餐廳 三個人坐桌子 如果有一個位置 都會藏起來 即是四個人的桌子 可能會變了坐六個人的桌子 即是圓桌、方桌 到周時會有的 逼得到就算了 即是吃完午餐 或者吃完早餐 就去上班 國內的情況 就是他們會比較少搭桌子 我相信都有 但是情況沒有香港補給 所以至到它的消費 在銀貨是高一點的 在這方面 你剛剛講了這些 我覺得一路過來 你都有一個創新的精神 即是之前你講了 是營發那個PUSK 即是在上海 又開電 我覺得 你覺得 今後幾年 你有其他創新的目標 或者一些計劃 即是有 這間裝修 我都覺得都幾大盤 那往去 你都有一些 什麼Future plans 我想 如果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商業 模式 或者是 就要在我們餐飲 你是必須的 創新 是的 必定的 創新 以及 例如剛才你說 為什麼會裝修 當然現在都有生意在做的 我們可以 可以再選一個時間 但是我們覺得時間合適 我們就要去做 始終會發生 有一個裝修 而且我想說 要一個月 再給我們市場的消費者 一個新的口味 新的面貌 新的感受 而且我們將會帶出一些新的題材出來 新的題材 當然這些 到時大家會比較意義 你對這間公司有什麼期望 譬如說 你覺得五年之後 你再看徐華 你希望它是什麼樣的 譬如說 開多幾間餐廳 還是有 你剛才說的 新的面貌 代表消費者的新的感受 我想我們現在和大家都是在說 我們的計劃都會在2017年 之前會超過80間餐廳 就是翠華 超過80間 全都到頭 去到2017年 這個我們可以只是說到這裡 超過80間 我知道你兒子是否都在做事 他都做過留面 做一些送外賣 都做過其他工作 他做了多久 我想都有8年多了 那都不算小時間 對 你對他有什麼期望 還有有什麼計劃 我想是 跟在市場上 老闆 老闆 和管理 去各方面 學多些事情 還有在人的修養 和態度 各方面的投入 誠懇 去做多些 在他自己會成長 我相信是投入 和在食癮態度做事 經驗精神 是他收到的 我相信我都對他非常有信心 他今年多少歲 30歲 30歲 是 你給他做送貨 多年前 你剛才說過 他放書家 他都肯做的 放書家 放書家 在這裏做過 好處一段時間 回來 又做一些外賣 因為我之前 都是跟一些 香港的企業家 跟他們談 他說他們子女 未必喜歡自己的行 還有他們的想法 跟老一輩的 有時候有不同 你有沒有跟他們 談過一些經驗理念 或者一些 如果不同 你可以怎樣做 怎樣跟他們溝通 這方面 我都希望他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公司經營了這麼多年 我們在這個看法 是否要有一定的人 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以及在觸覺 在視像 在預見未來的事情 在預見未來發生的公司 會有什麼變化 應該有什麼前線性 我想是他在這方面 或者我們這方面 都需要有這個人才 所以用人 是有一個責任感 有能力的人才 以及真的能發揮到領軍人物 這個領軍人物 是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很清晰的目標是一致的 一條路 我相信這個領軍人物 你沒有了是射無頭不行 就是那個是經營理念 以及我們團隊的核心價值 是需要一個領軍人物 這個靈魂是需要去帶動的 所以我相信他的責任性 是首要的 責任和投入是首要的 我們用人知道這個 這個是一個 所以他們看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都四千多月共 他們很多的 他們看到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 以為自己高層在上的人 什麼都看完 其實我們很多未必是完全可以看完 所以我們有在上面的人 其實我們應該是從基層來看上 從基層 因為我們從營運業務來的 我們從營運業務 客人感受到是什麼就是什麼的 我們不容有自己那套 不是的 客人不是這樣的 或者客人的意見不是這樣的 客人是很沒有服務 是不是 是心和感受 你的食品是合不合口味 很沒有食 它是消費者 環境衛生 整個要求 整個 它進來的感受舒不舒服 也是他們消費者 我們最關心的 在整個客人的需求上面 我們需要貼身 這樣去應對 所以有不同的聲音意見 我覺得是一件給我們 可以邊查 李先生 你是出來做 在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 初初是都不容易的 現在我們是一間上市公司 都做到這麼大 你對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想入行的 或者是對你的兒子 你有什麼建議呢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想做一番自己的事 你覺得他們應該怎麼做呢 是很勤力的態度 還是 就是 如果你平時勾你的兒子 你覺得是什麼最重要呢 我想如果你剛才說 當然勤力是必須的 還有一句說 天道囚勤 你的企業做得多大 或者多小都好 你都必須勤力 有一個肯去投入 去勤力的做事開始 這個是必須的 這個必須的 這個有一個 必須的工作 但是例如 你剛才說 會不會是一個 如果年輕人 我們又要開一間咖啡室 或者一間餐廳 有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來講 經營 一個飲食業 都受到相當嚴峻的挑戰 可能幾十年來都是這樣了 可以說不說 是 竟然有一間 小咖啡店的餐廳 都是要 很辛苦 很多心血 你不同的那些 現在的大集團 在跨國的大集團 他們可以是 一個咖啡 是不是最好喝 未必給我們本土最好喝 是不是 可能這個麵包 未必給我們本土最好吃的 價錢可以很貴 是 價錢可以很貴 麵包也價錢可以很貴 是不是一定最好吃呢 那他們在賣的是什麼 可以在賣的是什麼 品牌 除了 為什麼可以不一定好吃 但是又好生意 而且他們在市場的體內 非常龐大 無處不在 可以去到哪裏都是好生意 哪裏都是有選擇 是不是 大家都明白的 其實這件事 大家都明白 但是為什麼我們香港 自己本土經營 一個好喝的飲品 咖啡 茶 或者麵包 也都必須要好吃 如果兩者比較 又好吃 但未必一定好 好像外資的大甲田 那些那麼好吃 未必一定做好吃 但是又這樣 所以我們是否落到更加多的心血 更加多的精神 可能有些人說會不會有僥倖呢 這個就我們不敢說 沒有僥倖 但是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有僥倖 但是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因為他們是年輕人 在我們未來一代 他們更加有智慧 但是肯不肯去勤勞奮 精神呢 這個就要看肯不肯投入 因為都幾困惑的 因為家庭事業 和健康娛樂的時間 是怎樣平衡呢 你覺得現在的香港年輕人 還肯不肯勤力做事 你自己看 和你的兒子 你覺得OK 我覺得新一代的 香港和中國華人 都是很聰明 很聰明 比我們幾十年前那些 真是天生出來 已經是聰明的 我覺得 都是有機會的 很聰明的 其實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當年的人的 那種 當年只是靠我手 或者是靠我努力 但是今天他們 一定是靠我手 靠我努力 就可以做到一個事業 或者他喜歡做的事 是不是他真的 是不是真的喜歡 你問了他自己 是不是真的很喜歡 所以就算是 是的 我的十分兒子 我們沒有任何強迫性 壓力給他 要做什麼 我不會指令他做什麼 不會指指點點 要求他做什麼 要他體驗 他自己是 究竟是否喜歡 你先拍拖 你喜歡的 拍拖才可以說 談婚輪嫁 結不結婚 談不談婚輪嫁 要他自己 當然一個體驗很重要 而且年輕人 他們喜歡的東西 我們是 有時候都知道 他們喜歡什麼 但是 喜歡那一刻 是一個短期 一定是 真的 投入感 擺下去的 因為你喜歡的 不代表你肯 很辛苦可以去做 但是當你很辛苦的時候 你會 辛苦那種人量壓力 你會不會 在那段期間 你都能夠消化到呢 如果你能夠消化到 你沒有釋放到你那種壓力 而你又睡醒覺 你依然是 很堅毅不屈的精神 你才可以 因為我們的行業是比較 香港的飲食魚 是比較複雜的 而勞動力 是對於密集的 那個處理的 每天的日常的事務 和在那個持續發展那裡 就受到一定的壓力 你做了這麼多年 那一行你最喜歡什麼 你自己最喜歡的 我都是覺得 從小我都是喜歡的 從外賣仔 我都覺得很開心 沒有感覺是 絲毫 就是說外賣仔 就不開心 都是開心 可能我們當年的年代 不會因為是你外賣仔 你覺得是自卑 而且我覺得 對於我們做哪個位置 我們都是敬業內容精神 以至於你有低的當然 你要有好的投入 再做高一點 你再做管理人 都是一樣 不可以計較 不可以計較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說 對於一個行 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自己 去投入的時間 就可以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的工作 不是一般人所想的 超9萬 明白 或者是幾個小時 就可以搞定 所以 很多事情 因為工作 那方面 亦都很多 還有 你要內內外外 你要看發展的策略 總之就是年輕人 做多做少 不好地地道 是嗎 ok 那我沒有問題 Thank you 李先生 他們 她們應該想 去更多的 我一天 那裡 的事 的事 還可以